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8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直播播报一则新闻,北京最担心的是来了美国催生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文章来源,法广于2019年9月7日,新闻取资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美国国会,维基百科美国两党议员将致力加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对北京不是一个好消息,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香港问题正在加速国际化,为什么对北京是一个坏消息? 分析人士指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被视为加强版的美港政策法。 一旦法案通过,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会由美国目前自动维持的安排便为每年一减,并设立机制制裁损害香港高度自治的官员及相关人士。 对香港影响极大,对北京影响也不小,制裁损害香港高度自治的官员及人士,可以是香港官员,可以是北京特派香港的中联办官员,也可以是北京高官。 谁都知道,香港自治地位保不保,根本的决定权在北京。 香港这次空前规模的抗议就是由于港人担心自治地位不保而引起,港人的担心从何而来,就是北京近年来不断缩限一国两制的结果。 这一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提出的法案规定,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证明香港仍然享有足够自治权,才能延续1992年香港自治法所赋予香港与大陆不同的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扎明那些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以及其他参与压迫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士,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拒绝他们入境美国。 谁绑架了铜锣湾五名香港书商,拒负孝建华是如何一夜之间在香港消失的,谁在参与迫害香港的基本自由,矛头直指北京。 而且,美国商务部也需要每年颁布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采取足够行动执行美国有关敏感的居民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美国和联合国颁布的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 法案还明确表示参与涉及香港民主、人权、法制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而被逮捕,拘留或其他被政府针对的人士,不会因此被拒签美国签证。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五日表示,下周国会复会时,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是民主党议员推进的首要任务之一。 他发表声明说,在香港人民行使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民主权利的同时,我们必须针对中共针对香港人民的行动作出回应。 他已敦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尔尽快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上议程进行辩论和表决。 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重议员,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主要提起人质疑的史密斯议员6日呼吁特朗普政府向北京当局清除表明, 干预和侵蚀香港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必须付出代价。 他认为香港政府紧紧撤回修例并不够,香港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保障自由选举。 民主机制和自治,史密斯议员表示国会下周赴会后,他将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通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宣布将推动这项法案,分析认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一旦通过,中共打压香港将会变得十分棘手。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晚上7点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十家赞助播出,订餐电话510-465-18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